好 我們接著 談到自體空不離無常 一切法自慶自體空 剛才一直在跟大家提這個觀念 所以當我們在關空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空沒有根底 我們只是一位把我們的理論拿出來 這個東西 空 怎麼空 就是用我們所學的概念 然後把我們的概念硬貼在這個境界裡 這個東西是因應生法 所以空 然後就開始一直空 我最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 比如說這一間 師傅說 跑進來一條蛇 某某呢 你去看裡面有沒有長蛇 他就走到門口 觀察 蛇五蕴皆空 蛇是眾言何而 蛇不可得 妻子蛇不可得 連這一間皇子也不可得 因為這一間皇子都眾言何而不可得 所以他就不斷站在門口 嗯 做空 所以我就回去跟師父講 師父裡面沒蛇 因為蛇不可得 蛇是眾言生法不可得 然後甚至跟你講 師父其實不僅蛇不可得 連那一間都不可得 師父說 這下境界比我高多了 我只是叫他找蛇 他跟我講那麼多 他說好吧 因為我們最近聊網滿緊張的 那你今天晚上就睡那一間 他說不行 那萬一有蛇怎麼辦 那你不是剛講蛇不可得 你現在怕什麼蛇 我們就最喜歡怎樣 那樣不可得不可得 弄得老半天哪有不可得 都可得還不可得 我們最習慣這樣 現在這整個修學就是 進入這樣的一個想像當中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知道說 這個地方可不 有沒有蛇 怎麼找 進來找啊 歡箱倒櫃 全部打開來 有沒有蛇 沒有 晚上住那間讓你住好不好 好 為什麼真的沒蛇啊 這比較實際 不學活的反而實際 學了以後反而在那裡想像 神不可得 王神不可得 到最後叫他住 他就不敢住 去講 所以我們現在的 不可得是有根底的 因為的一切有理由 讓你覺得他不可得 因為我們當我們 所以有時候我叫他能念我 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觀察事件很苦對不對 我們這樣用靜下來用想像的 哎呀不可愛 可是靜下來完了以後走出來 卻覺得世間可愛 所以我就講說 這個東西 到底 我們對世間的執著 比如說你看到可愛的東西 是不是直接反應 這中間有沒有任何遮攔 沒有 你的反應是不是很直接 是 但你的修學方法 有沒有那樣直接的展現出來 沒有 你對世間的執著是不需要 做意很直接就反應出來 但你為什麼對世間的可不可愛 有無 卻必須要冷靜下來 百般努力才能 稍微冷靜下來才 哎呀一切不可得 對你這份努力是有幫助的 但這個努力在面對你 現前進階的直接執著 一點招架餘意都沒有 你對佛法的抉擇 必須要怎麼樣 就像你愛一個東西 那麼直接了當 你要用這樣的態度 至少才釋金律底 律底嘛 對不對 我這段 憑你那種勉勉強強起來的念頭 要對抗你那個自然流暢的執著 怎麼當 不敢 所以我們的學習要怎麼樣 我們今天如果要把它當做一個 我們奉勤的道理 你必須為它找到一個能說服你的理由 我這段無效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說它無常說它空 你必須很真誠的面對 然後給它看清楚 找到一個理由 它底切無常 那這樣的認知 在面對種種抉擇的時候 這樣的認知才會有用 因為你這個認知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你的執著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對不對 你的佛法的認知也是要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否則你這樣的理論認知啊 無法面對你現實的基礎 所以修行這條路是慢慢來的 為什麼 要改變我們的認知習慣 很不容易 如果第一個 你所學的法不徹底 加上你日常生活的勳然 是勳服法多呢 還是勳世間法多 這兩個合起來 你要面對你過去無諒解的那一份 看著愛懶的習慣性 要對它有所對抗 那如果我們找對方法 即便我們無諒解的煩惱 是那麼重重疊疊無止無盡 只要你方法對一盞燈能破解 但要方法對而且要努力 我們的行性很難改 我們有一個重大的行性是 就像我剛才講的 始終以自我為中心 以著這個自我的愛軸 然後縱容六根 不斷在吸收境界執著 境界以肯定自我 這種最根源的眾生執著習性 是很難讓你看到的 現在連觀念都沒有 更不要說你怎麼對治他 所以我說佛法雖心 也不一定生著心 為什麼 走向這種覺悟之道的 古先人道的人還是少啊 我們今天如果用這種態度 來面對我們的修行 你不覺得很新鮮 因為之前好像有點陌生 我們並沒有 晶晶夜夜的投入到這一點上 去不斷追尋 我們都有刀心 但感覺好像還是隔了一層 好像是在修行的路上 但不是很明確是到底在哪個路 大概那個方向去哪裡 不是很清楚 大約吧 是不是這條路應該是吧 為什麼是這樣說的 因為經典說的 你呢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我一條修行 出家那麼多年 大家有什麼心態 尤其教學久了 大概有什麼問題 一般人會掉入到怎樣的迷思當中 很想修 但有點不安 尤其時間久了以後 會發覺 其實佛法講得非常好 但我一直沒有真正體會到 有一種我不能放下這個信仰 但我內心裡面其實始終帶著疑惑 是不是這樣 很多是這樣 那就趕快啊 所以一個人如果對佛法的真實功德 產生信受 你知道多大意義啊 你都還沒修 果然是這樣的解脫道 你光這麼一個認知 你就不會道三二道了 正見真上不落二道 這叫自我超度 就不用再踢排位了 一口氣 超度 因為看正見正上 正見正上就是有亮的地方不會暗 你的亮不是別人給你的 你自己亮 那所以你走到哪裡哪裡都亮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當一切當我們在關空的時候 其實是就我們所要 我們關空不是另外找個空 就是在我們現在的一年當中 這一年當中我們要有適當的角度 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五個房間 跑進一條蛇 那我們應該怎麼看 這個房間裡面 這一棟裡面有沒有蛇 看第一間看完要怎麼樣 關起來啊 不然你看第一間門開了 看第二間那個蛇跑到第一間 你以為第一間看完 對第一間看完 可是你忘了關門 所以等你看第二間的時候 蛇跑到第一間 結果你每一間看完蛇還在裡頭 為什麼蛇要不要躲來躲去啊 那我們的執著 我們有時候用色來執著 有時候用瘦來執著 有時候瘦想形式 隨一點都在執著 然後兩個執著 三個執著隨便執著 有時候是以其他執著肯定其他執著 你溜來溜去 有時候我們的執著是靠著修行來執著 你有沒有看到 我是靠著不斷修行來自我執著的 這一點你看 它就跑到這裡了 所以你要不是一步一步很清楚 你可能以為你修了很多 但你是停在那一根執著裡頭 所以你要有方法 有適當的方法 逐步逐步的看清楚它 逐步的看清楚 或者的話你不容易得決定 你的身心不容易決定 決定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它有沒有 沒有 真的嗎 應該吧 我不決定 我這樣講一下 我現在這一邊是什麼 應該是水吧 是嗎 應該吧 是不是 百分之九十九 那到底是不是應該 就不能講 那你來看 應該是水嗎 你看感覺不一樣 應該是水嗎 你看馬是水嗎 你的內心感覺不同 是水 確定 應該 你的心是在搖頭 應該吧 如果 有一點可能 哇 這可能打地震 因為不打決定 我看九十九是這樣 不打不動 因為很穩定 但有點微微震動 是嗎 不動了 因為確定 我不知道呢 也許有一分可能 哇 這放來放去 因為定不出來 沒有個底子 沒有一個根基 讓它去確定這件事情 當我們的學習上是建立在一個現實的觀察 這時候所得的結論是不大會動用的 這叫做現觀 現觀 直接現前觀察 觸證 觸證 觸證的意思是就是說 我碰觸到 我不是純理論 我的確是走證 所以這種 所以現觀觸證 基本上 作證 都是一種具體的 原機的觀察 所得的一種肯定 這個肯定 就不會輕易被人家的理論所動搖 你一旦得到這個理論的時候 你就心裡很篤定 為什麼 就像有人拿個槍 逼著我 口渴喝什麼 你如果感受喝水我就逼了你 那你一定要 口渴不要喝水 可是 因為怕被槍逼人 那等口渴的時候 喝水 因為被威脅 你不能講口渴喝水 那講規講 一旦沒人拿著槍死你的時候 口渴怎麼樣 喝水 這是改不了的 為什麼 他明明口渴喝水 明明 注意喔 佛法裡面簡單去句話 我們的現實經驗裡面 其實都告訴我們修學的 應該怎麼做 你到最後要講 明明獨詞 這個明明獨詞 代表什麼樣 你是有根有據所得的結論 明明獨詞 但問題是喔 我認為是這樣 你為什麼認為 經典說的 師父說的 生物人說的 就是不是你自己認為的 為什麼 你不敢說明明獨詞 你為什麼不敢說明明獨詞 因為你沒有具體經驗 所以你說不出明明獨詞 就像剛才講的 你要不要回家 你們後面有一句是 待會兒回家 要不要我幫你們祝念 沒註念你們會不想回家 那沒關係 不想回家 留著出家也可以 那為什麼你們待會兒回家 下課怎麼自己跑回去 我記得上次在這裡演講 應該大家也有提到 為什麼你們會直接就想回去 因為覺得家中有 所以從你們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回家了 就在預知識智 從你們來就知道哪時候要回去 差一點時間 他還可以 你下來跟師父聊聊天可以 要是今天不回家 免談 為什麼 因為你來的時候已經做好決定了 要不要我祝念 不用一點都不用祝念 因為你已經做好決定 我祝念 你如果不想回家 我念你也不想回家 你想回家我念也沒用啊 你想回家根本不需要祝念啊 所以有些老菩薩就講說 我要死的時候不用祝念 有人說 這個菩薩好狂妄 我說這個菩薩厲害 不用啊 就像我要回家誰要祝念 你要回家啊 不要囉嗦 本來就要回家一直念幹嘛 是不是 我就正在回家你幹嘛一直念 可是你不念你不會回家 誰說的我現在正在回家 你不要念嘛 你囉嗦我現在就要回家了 我就回家不是理所當然嗎 還要你提醒 如果學我念我能念到這樣 那就穩定了 因為很多祝念人都不想回家了 不是嗎 躺下來的 我這樣舉例 躺下來要走的人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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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往生 他也認為這樣嘴巴 我一定要往生阿彌陀 他只是心裡有點疑然 為什麼是我 阿彌陀 阿彌陀 那些祝念的 你一定要往生啊 一定要往生啊 極樂世界都好 阿彌陀 阿彌陀 還好是他不是我 阿彌陀 所以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都是想我 嘴巴弹的都想往生 这叫自欺欺人 所以看到这一群人来跟我祝念 我就会 他们越祝念 我就会越嫌的我倒霉 因为他们都觉得很清新 他们清新当然是我倒霉 当然是我 要是换成坚毅 我要出狱 那就换我觉得我很清新 那进去关在里头的是倒霉 现在我们念活的是倒过来 要死的倒霉活的清新 其实出狱的应该是清新 关在里头的倒霉 但我们现在学多是相反的 所以应该要往生人 应该要往生人觉得很清新 对不起 我先走 本来应该要有道义陪你 可是谁叫你们业障那么重 我去 我先走 再见 是不是这样 应该在临终的时候都是充满快乐 然后要走的人觉得说 哎呀 我这次终于能倒我了 等好久了 你们我其实觉得我应该慈悲 可是谁叫我业障亲 我先走了 再见 你们赶快来 要记得来 你看倒过来的心情不要 那就住你们 怎么你先走 不是我 应该是这样想才对 因为极月时间的毛 可是实际上发觉都不是这样想 是不是 有问题 这里面长着乖乖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为什么 看不见着 所以我们现在讲 讲说 当我们要观光的 自体空不离无常 一切法性 自信自体空 就是说 我之所以觉得他空 正因为我 对我所观察的法 我如此观察 他本来就空 我之前一路上错看他 所以这时候 就再也不是说 我怎么放下 你根本没拿东西怎么放 有的人想说 哎呀 我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 我竟然被拿走很可怜 人家跟你讲 其实一路上你都被骗 你根本连一毛钱都没赚到 所以你现在失去 其实也不过是回归宴会而已 你是公公来公公去啊 你以为有 其实从来都不曾拥有过 所以变成瞎忙一场 那如果你事先知道你瞎忙一场 那你为什么不开始就暗住在正法 得起解脱 为什么要去瞎忙 那个忙了一辈子到处要一切皆无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意思吗 如果你能站在这个角度在看人世界 你就觉得蛮可笑的 他们忙那个 看啊 你看嘛 师父我们有你都没有 我们觉得是你好可怜 哎呀 那个修裤心 结果师父想到你们才可怜 以后你就知道 结果他们拥有很多 到最后丢的时候 哎呀百般难以割舍 结果那个师父就有良修心 你看嘛 呵呵 我从没过来 现在我走得也轻松 你们现在背了 背了一大堆 现在难割了吧 所以一个修道人 他一开始就知道说 这本来不可得 为何我要一生劳累去追逐 那个重归无常的东西 所以一个修道人 要没有这种智慧 还真难入门 所以唯有知道这个 才知道你修道的尊贵 所以有时候修道人 还不知道自己尊贵 唯有用这样的高度看世间 发觉最尊贵的是什么 若无闲事丧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你能享受吗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 可是问题是 我自己也是不是好世界的 为什么 无闲事 本来就没事 你不要得就没事了 你得那么多干嘛 那你为什么不得 因为我看清楚 一切法本来是激进 只有重归生法 有诸多一切因因生灭 终归无常 我只有觉悟 我就发觉 我可以放得下 因为我不在一起抓他 是不是 所以他这里面 所有佛法的觉悟性在哪里 这谈的就是佛法的觉悟性 而且他是利用无常在觉悟 不是在怕无常 是看到动东西在变化当中 因无常故苦 苦 故无我 是从这里体会 众生为什么无常故苦 苦 故无我 都是站在执着 当我了解的时候 才发觉 一切世间的种种生命变化 即使是你觉悟的入手处 让你偏偏众生畏惧无常 却不会从无常当中学智慧 我们很多修行人就是畏无常 对要畏惧无常的迅速 但却应该要畏惧无常里面 所以你赶快学习观察无常 结果你竟然是只跑给无常 所以你跑得跳我就不相信 无无常是路到处 都是让你恐惧的 你知道吗?很有意思 一切法自信自体空 自故无有常 自故无有常 就自体本身就是 我们因为只要 后来你就看到很多东西 你越来越成熟 只要看到东西是众元生的 你就有一种直觉 不该自主 为什么? 只有假象 你知道一旦看到众元和和生灭的时候 不该自主 你知道光这句话隐身多少意义 你们必须要实习思考 包括对人的看法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 保留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 保留 为什么? 众元在变化 能够判断? 能够固定?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众元生法无常 你知道吗? 马上就用了 正因为它众元生法 因缘变化 我看待一切事件 人事物都必须有所保留 因为它根本不固定 那对自己能够把握? 是啊 有人就讲说 哎呀 你这么搞一趟 你到底吓得要死 你以后不要这样 我说以后 待会他也通知我 我一次先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我哪时候要生病? 我怎么知道他哪时候要走? 我们这么一块人 被一个我看不到的病毒弄垮 你看 我到现在都还不认识 那不把我弄垮的 长得什么严的还是扁的 那他就倒了 他现在完没认识他 你的体积大过他五两倍了 多少倍了 但你竟然因他垮掉 你多你伟大 一双什么都没有 你不会是假合合的 你要真实在 小的怎么对子大的 偏偏你这个大根本是空洞的 他可以让一个东西刺激 让众缘不合合 你人就消失掉 人的荣华户 因缘在是在 只要因缘不具足 长长时间 全部把你剥掉 人世间有人在任他嚣张猖狂 有什么了解 在我眼光来看 不过是一个针一尺 咚就没了 还有泡沫 如水墨 如芭蕉 如羊艳 都有 但都不是在 这些不是在让你这样谈理论的 这种对人生的实质的观察 从这里你才会看到 你修道人的道理是在这里挣扎 是吧 如果有这种观察 我们在念火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求生清楚 哎呀实在是不可爱 实在是件事不可疑 同时带着无比的欢喜 一心念火 此事我归一处 为什么 此为真实道 此为虚假 两者一放 一点犹豫都没有 我就此决定 此为虚假 此为真实 两者一对比 我心不动摇 这一条路是我的 这叫一心不乱 决定了 这叫念火一心不乱 决定了 其他的都不是真实 不能动摇我 此为真实度 我归一套 此为真实度 我归一套 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一切诸佛圆解 身为于空法中而得处理 非以诸行断肠法中而得解脱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一切贤胜依无违法而有差 所有的贤胜就是在于对世间认识的夜情主 夜情主最清楚的就是我 一分一分清楚就成就不同的贤胜 所以空法的意思啊 你不要 身为以空法中而得处理 其实我用的意思就是对世间的一切法 看得越清楚 不再执着的 那个就是境界不同 空法就是不再值的意思 我看清楚一年 同样一件事情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不再挂爱 你今天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会挂爱的 就是你肯定的那一部分 为世就是在讲这个 你看不出那种为世所现的道理 你安立他的价值 随你安立他 越重要越不可或缺 你的身心就被你自己的判断 给绑死一辈子 是不是这个道理 谁困住你 你的愚痴 你的无名 你的愚痴无名 让你永世难以超脱 怪东怪西 怎么不怪自己的愚痴 是不是 所以一切贤胜就在这一份 现前缘起法 观察重远的不可得处的时候 他开始不迷 所以我们配合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个人在活门当中 有多少感应 我就问你 你有几分觉悟 那个觉悟也不用太高 就是我能多点对世间的这一份认清楚 你可能很多地方认不清楚 你不要说你我也是 但我们有一点对世间的一种 很真实的现象 一分一分感 所以有些 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我们每个人都来念信经 观自在菩萨 行政 波勒 波罗 弥陀士 造先 无印 皆公 都对吧 你谁敢说他错 因为他信经 可是当每个人念出信经 难道你就是观自在菩萨 那你只是念的 所以有的人在说一个话的时候 内心有没有根底 我们就看出 实不实在 当你一个人在说不要执着的时候 你也在跟人家讲不要执着 味道不一样 因为他跟你讲不要执着里面 带着他对这个事情的如实观察 他讲的不要执着不行 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执着 是习惯性的反应而已 因为你找不到 你没有给不要执着一个理由啊 我跟你讲不要执着 正因为我告诉你 里面你要的东西 我跟你分析过没有 我是具体这样看 所以我跟你讲不要执着 我跟你讲要往生进途 是透过我对世间的这样的观察 你只有这条路才是真正的归一处 我们只是学 这英武学说话 你要往生进途 自己也没这种感觉啊 是不是 所以我刚才也讲说 当我们越来越清楚 现前一切法的那种真相啊 佛法的那一份真实意啊 那个作用就再连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道理是怎么样 那我们开始引金几点 我说不要贪 有很多 我们有时候常住会学讲 那有的人习惯 有的人就会 之前啊 有的人就会引很多金 你就怕自己讲不好 就查很多金点 我说 不要引金啦 因为你要临终的时候 引不了金 你就讲你自己的体会就好了 你说这样我不大会讲 没关系 元和王也不会照管你这些 阿弥陀佛也不会管你这些 你现在说出你对这句话的真实感动 所以有时候我跟法师讲说 你试着表达这句话 那你就开始正经八百讲 我说 你这个东西只是英武学说话 你只把金点再一次的用白话误解释 这不是你的 你现在不要管别人听了好不好 讲你内心对这句话的感动 你有没有什么体会 有 就讲那些就好 你会让我觉得你讲这句话有实在心 我不希望你一直在操作经典文字 没意思 你讲话其实说法很简单 所以简单当然最重要的是 当你对佛法多一分用心 所以多一分用心 你就用你的口语讲出来 先重视你的内涵 再来要求你讲话技巧 不要只重视讲经里面的那个外表的花样 但却少了那一份真实生命 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学经典学很多 但他有一个深刻的体验 他说出来的话比你那个懂很多经典的感动得多 因为他是用生命去体验的人 他用文字抄来抄去的 现在尤其电脑根本不用抄 一页就累给你了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你以后人家想 其实经典怎么解释 详细答案在三章十二部你自己去查 那么我也是当法师啊 反正我就说出你去找就好了 你没有说出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来讲说 当我们对一个法有实际没实际 其实有时候感觉的什么 所以我们纯粹一直在探讨理论 如果不将生性去奉行的话 你身上就会始终缺了一种味道 什么味道 踏实感 因为你本身在依止法这个皈依 冲没有讲 比如说我们平常是皈依世间法 以世间法的荣华晤会为重要 但对法我们只是讲的时候 你说出来其实味道不浓厚 也没有明确的那一份皈依心 觉得好难得这是一个法 生出了对法的很清净的皈依 所以一般人如果在皈依三宝上 有很实质的内涵 你会发现这个人身心是稳定的 就算他欧欧喜欢 大概很快就会了 为什么 因为互贵人 真互贵人 欧欧景气不好也不影响 为什么 有料啊 有东西啊 他不会是空洞的 他是实贞 所以当我们对佛法 建立在对佛法 我们的什么修行 建立在一个很明确 真正的理解上 你会让你的修学找到一种归处 所以这种归处会是安慰的 然后因为有归处处 你比较不会惶恐 恐惧心相对会减少 那反过来 当你恐惧心减少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的承担力就会增加 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法上得以受用的时候 他的承担力就会 第一个先作用 他越来越独立性 他不大需要靠别人 如果他有一点菩萨心相 他开始能怎么样 开始可以承担 你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福德力 那如果发觉你要的很多 弄出去的很少 你注意看 这里面有很多不安 恐惧 关爱 执着的地方 一定有 其实这都是佛法道理 这都是佛法道理 所以有的人想贪得无恶 我就感到好可怜 那到哪时候才要听 那菁那么多到最后都没了 干嘛要自己 为什么不安 当一个内在没东西的时候 他必须不断的靠外在来满足 所以他不容易施舍 里面丰富的才能给 里面空洞的不容易给 里面如果不容易多的就能承担 或者的话就不容易承担 里面有的才能狮子吼 没有的会叫猫叫 真的喵喵喵 他也没东西 他故意吼只会把声音弄哑了而已 因为他就没那个体质 那本质就猫再吼也很好笑 对不对 那猫再怎么吼也怪怪的 因为他就不是狮子 怎么装也装不出狮子 为什么 他内在的佛法体会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装也装得有钱 最多是用脆泡泡的那种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道理开始转化出来 所以一个全圣从哪里来 那这是全圣 那我们的善法也是从这里来 所以一个佛法的肯定在哪里 学到要理 而从我们现在现前生命当中 开始试着用很如实的心认识我们的苦 不要只是表面上的八苦 是开始确确实实去承认 接受看清楚苦 从苦当中学着练习原器法 本来就这样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应该要吃低 我说没有啊 你的完脑就吃低开始 苦 你的苦就是修学吃低 为什么 师圣地不是就这么说吗 吃低见次无间 从苦开始 所以学习苦就是学习相信善好 经典说的 习苦习信 很有意思啊 竟然是录在这里 所以学活的人开始很坦荡 很真正 不委屈 真实性 我为何苦 我你有没有苦 苦 苦在哪里 苦在此处 为何这样苦 印这样的音言 这个音言从哪里 从这里 很精细 你知道吗 你苦不苦 苦 苦哪里 不知道 就是苦 我疼 那过了几年 你还苦不苦 苦 苦哪里 还是不知道 哎呦 你也够懈怠的 苦到现在 白白苦那么多年 还苦到莫名其妙 你也够厉害的 你有苦找医生 医不好赶快换医生 你都不那么现实 怎么学佛 反而是就让他过 是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看 就很有意思 所以归于诸行断肠剑 断肠法中而得解脱 为什么不在诸法断肠 因为诸法根本没有断肠 诸法没断肠 却在断肠中 简单来讲 你这个人根本愚痴 还有什么好处 怎么叫做圣者 不可能 怎么得解脱 解脱是在智慧 你竟然在断肠法里面有解脱 问题是根本没有断肠法 所以你根本是愚痴 愚痴怎么会解脱 所以我们在讲说 要断烦恼 这就出来了 究竟要不要断烦恼 当然要 到现在我也讲断烦恼 但我要知道 何谓断何谓烦恼 当我要讲断烦恼里面 换了断常见 有烦恼常见 断了烦恼没烦恼就断见 我这样讲 有些人可能会模糊了 有烦恼 没有 本来没烦恼 是执着才叫烦恼 执着才叫烦恼 梦中的苦不叫真苦 梦中最大苦是那个躺着那个人在做颠倒 那个最苦 所以你不要梦中有很多苦去挖 你只要把那个睡觉打一巴掌 然后就一切OK 所以你修的借听会 其实就一句话 你的借听会都挥笑打巴掌 你打了他就行 你不要在梦中跟他瞎闹 你梦中夜闹梦夜长 你所有借听会就是打他一巴掌 或是自己打一巴掌醒来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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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断烦恼 有烦恼可断 先执着烦恼 回常见 烦恼断了可断 断完了叫断见 其实断烦恼是 烦恼是如何 知道烦恼是因为于私而得 所以当我不断在增长 是会观察烦恼 这叫做断烦恼 后来断了烦恼 才知道本无烦恼 菩提于绑灰树 明镜于未来 所以那次我到六祖道场 我就鼓励同学 我说这几乎多 多殊胜 但我在这个道场里面 如何顶带奉行 一口称气 当初六祖的这份气坡 不然我们来这里学 学什么 一波没转 我也不要你的一波 我只要你的法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要学这一波奥谷 我来六祖 我不要要一波 我要六祖的那个 菩提本会树 明镜于未来 假如不从这里承接 什么叫做道场 是吧 六祖没道场的道场最大 所以我们现在后学应该顶起这一波奥谷 我不学其他的 我就在学这一波奥谷 我觉得这首诗只是让我们这样 十人崖会跟着念 跟你也没关 所以我们都讲说 当我们要断烦恼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讲说 其实烦恼烦恼断烦恼 如何了解烦恼真相 才是争断烦恼 不了解烦恼真相 一直瞎忙 日日夜夜不断修学 执着烦恼可断 一条路都依然在执着烦恼 不是吗 我讲这句话 那我们不是关我 因为六祖就告诉我们这些了 你看 无苦即灭道 苦即就是没烦恼 无苦即灭道 心经也是我们天天在念的 为什么 生死几乎烦 这都不是高论 这不过是要让你看清楚 是不是 所以一切贤胜 不从断肠法来 因为断肠法是对法的误解 执着有法 然后再看法有实际生命 你看我们讲不生不寐啊 那你讲为什么有生有灭 你讲有生有灭 正因为你错看他在执着有生有灭 我们就是从执着有生有灭 才要什么 承受坏空 生老病死 其实无生老病死 是因为你执着有法有我 才生老病死 你才生老病死 或者多少 你觉悟他 无法 既无法 何来有亦法 生老病死 生出坏空 生出一灭 生出一灭 这就是中论的思想 这才是真的 好 所以有的人就在执着有无 有不 却不问有 如何有 无 如何无 所以我们要讲很多修行人 你看啊 我们是不要断 要断烦恼 对不对 要断烦恼之前有一个前提 要先有烦恼 所以为了满足你断烦恼 你还先肯定烦恼 所以之前我在开玩笑说 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 有人说 哎呀 这个离婚容易 因为一口气闹一下就离婚 我说不容易 因为要离婚要先结婚 向往这个要离婚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也不肯去结婚 所以我们想要离婚的门都没有 世间人是用感性去讲说 哎呀 离婚 结婚是百般的不断的配合 终于认定所以结婚 离婚闹一下就离婚 但事实上逻辑不是 因为要离婚之前要先结婚 没结婚 连离婚都没机会 所以我们要离婚好了 所以很多东西就根本都弄弄错了 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 经常落入一种瑕疵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不断在修行 我在修行的时候 必须要肯定这个东西在 所以当我要断生死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肯定有生死 这才叫真正的断生死 结果我们现在拼命要断生死 结果一断生死就没有生死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如何关于现前真实的无常义 这才是王妙学的 好 我们接着看 寄言 灭空柱油体 则成于常见 若未后始灭 则成于断见 好 我们现在不知道 灭空柱油体 灭空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有的人执着有空 这个我们现在讲说 有有有 空有空 当空不见了 当有出来的 当有出现 空是不不见的 我们现在不是 白太阳出来 暗就不见了 是不是这样 那有没有明出来了 有没有光明出来 有 有光明 所以光明出来 暗就不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有没有暗 晚上有没有晚上 有 对不对 所以早上起来 阳光出来 就一直打打 暗就挡不住 就对对对对 阳光起来 暗打输了 所以暗就跑掉了 那傍晚的时候 暗就越来越强 就开始又反攻 轻轻轻轻 暗跟明打打打 那后来明打输了 就全部都暗了 就要晚上 是这样吗 呵呵呵 呵呵 不过 明不可得 暗不可得 明是阴言不记住 显现就是暗 所以当我明出来 有一种光线阴言 让暗的阴言不具足 暗不跑到哪里 暗当下消失 所以我们讲说 千年暗 我只有一盏灯 破千年暗 因为它是一种描述 有千年暗好破吗 千年暗 就算千年 不过是明的阴言不具足 明的阴言具足 暗的阴言师 当下就不见了 哪有消失掉 因为它本来就是众元圣法 所以当阴言具足 阴言不具足的时候 就产生变化而已 所以往生净土多元 就差在具不具足而已 一具足 就像现在电脑 王子写好 咚 一口气就掉下去了 不用吃地 只要那个田正确 不用经过哪里 一口气一按 咚 就掉下去了 所以只要因言具足 马上就及了净土 因言不具足 你怎么修 就是对道 所以我们修所有净土法 不过就是让因言具足 那因言具足当中 不要让世间烦恼因言具足 世间烦恼因言具足 往生因言 就不容易具足 为什么 此生彼生 他一生 这里不生 这里不生 他刚才不能往生 所以有的人偏偏求往生净土 去从事纵容对世间的爱作 你纵容对世间的爱作 就是世间的因言一直生 世间因言生 净土因言不会生 唯有世间的爱作 因言不生 净土因言才得以生 都是缘情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样说 我们以为有空 我们在我们观念里面 空的概念没有 以为有空 然后住有体 则乘以常见 常见的意思就是说 你注意哦 当我们说它有的时候 是不是说它没有 这样很简单吧 本来道理很简单 不要我们学了这个以后就越来越困难 以前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自从学了中观以后 以后也有 没有 没有 乱了 这样 红灯 绿灯 绿灯 红灯 越修越复杂 没有啦 用最自然的 到底有没有 有啦 当然有啊 这个当然有 当我说它有 表示它的没有是不在的 空 它不空吗 它有 它有 当我说它有 它空是不是这个概念不简单 你们不用想太复杂 这其实蛮简单 当我说它有 就是不是说它没有 很简单吗 我说它没有正因为它没有 我说它有的时候 就不会说它没有 对不对 你在不在 在 所以因为你在 我就不会说你不在 就这样而已啊 不在有不在的因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执着在 就会认为没有不在 是不是 我们说它生 就不会认为它死 对不对 因为它生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执着生 就会 我们现在这个人生 所以这个人没有死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另外在概念上执着有个死 有个生 你现在生不生 以你的存在 我认为它生 因为它生 所以我认为它没有死 死不在 可是只要它不生 就肯定有一个死 所以死其实是对比的 但我们执着有实际生 实际死 因为它生 所以它现在没有死 我们会以为没有死 就是死不存在 虽然不存在 有没有死 只是不存在 我现在没有死 但有没有死 你知道 我现在没死 是因为我正在生 但有没有死会来 有 只要我不在生 死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讲说 人生的时候 到最后有死神过来 死神一过来抓 你就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生 所以没有死 但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死 死有没有等着我们 有没有 所以当一年到了 死就来临了 对不对 没有 没有死来临了 那死长得赢了 别人又不知道 有没有死来临 其实我们都认为有死来临 其实我们大爷爷到底也知道没有死 但其实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很怕死亡降临 对不对 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死亡的这种东西在执着 我们有没有在恐怖死亡 因为我们执着有死 我们是个爱生 有生 所以我们因为爱生 所以会畏惧死 因为只要执着生 就会执着死 所以一旦有生可执 就会执着有死可恐怖 但其实生不可得 死亡不可得 所以生不用爱走 死亡不用恐惧 当你对生执着生 就会执着死有死 所以对生就会爱走 对死就会恐怖 但你如果知道生不是这样 死何有畏惧 这样不要清楚 所以这时候才知道 无怪物 无忧恐怖 但你如果执着有无印 有生 就会有怪物 有恐怖 新经两百六十个字 说出了一个究竟的道理 好 黄金的道理 请执着 愿于是功德 愿于是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坚功成佛道 坚功成佛道 阿弥陀佛 好